字幕選擇 各位電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的蒂波三恩 現在我給你了的鴨皮是 克萊斯收拾西服 收拾西弗烈西相當好勝的英雄 尤其是呢這個新的版本 填克馬研磨戰甲的效益非常地高 一開始呢我讓我的目的是保護勇 讓勇好好的發育 即使敵方卡芬妮呢剩一點血 我行攻該趴火的登起 注意敵人的打野吸引四等 敵人的閃電俠底夾 我也一技能打斷呢閃電俠衝鋒 敵人掩護敵人的勇心登出補血 多丟拼西藍的奧義以及出裝 這條我的目的是保護勇花瑜 打給麵條條看敵人的地圖 接著呢注意到敵人的納克羅斯在下路 由於我們人隊友都比較遠呢 那這裡我們現在切換成中文模式了 由於我們的隊友都在很遠的地方呢 因此我們就乖乖站在這裡 幫忙站招看視野 畢竟我們的勇還是要發育的 如果有人來抓的話呢 掩護勇早就撤退 喔這邊我們的中路跑過來了 我們的中哥 把卡芬妮打出來一點 OK成功擊殺 保護下我們的圖倫幫忙拉開喔 幫他加個盾再彈走 最後敵方或者剩下一條的地圈 有點可惜 關於右上角的出裝ROE呢 ROE的部分你也可以改成庇佑喔中間 喔這邊不小心被插尼推了進防禦塔 然後剛好呢我們的小兵還沒到喔 自己看呢我們是死定的 我們現在掌握時間讓我們的泳車推喔 最後我們還是死掉了 玩輔助的話呢要記得啊 前期要盡量避免死亡 主要呢是我們前期的人頭 很有可能是敵方的巨大經濟來源 尤其是前期的死亡呢 是敵方滾水球的一個重大因素喔 這邊注意呢敵方想要搶這個龍 先把卡芬妮推走 OK成功把魔龍吃掉 然後這邊敵方莎妮感覺沒技能喔 他把治癒都叫好了 先黏著他 最後成功擊殺敵方莎妮 然後我們這次我們的出裝喔 從第一個輔助裝開始 由於這個輔助裝呢 可以增加10%的免傷 還能增加隊友5%的輸出 是一個相當好用的裝備 他也是提米養助魯的出裝 也代表呢我們有個效果 可以跟隊友一起分擔兵線的經驗值 如果你不喜歡跑線的話呢 通常都會出左上角這一件喔 而鞋子的部分呢 魔防物防鞋其實都可以 由於敵方呢物攻比較多 比如他們的猴子卡芬妮 所以我們會出物防鞋 所以我們會出物防鞋 而魚鱗呢我們的霸體算多喔 我們變大的手呢 會把所有人推開喔 像是算當霸道了 還有包括我們的一技能 所以我覺得他是沒那麼怕控制的 而且呢魚鱗還有一個特點喔 依然我們非常坦非常硬 有位移技能 還可以一直連著敵方 這樣子呢導致我們非常適合出炎魔戰甲 不管是小魚狀態呢 我們一直連著敵方 因為一技能把敵方打回來 用二技能追上 或者變成大魚狀態 大魚狀態在海浪裡面呢 基本上跑得非常非常快喔 只要一直連著敵方一直燒呢 這個傷害是相當可觀的 而且呢 現在我們就算買全坦裝 煙魔戰甲都會很高的傷害 主要是煙魔戰甲的燃燒效果呢 是依據我們的最大生命 來做傷害 基本上呢如果我們正常發育情況 有煙魔戰甲 三兩下就可以殺掉一整隊的兵線 分推清兵也非常快喔 當然呢清兵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 那至於注意敵方想看嗎 先把敵方打開一點喔 他們上帝挺殘血的 補個大招 只有圖倫射門得分 敵方閃電交一個大 那我們先追上 納克爾的心場 把閃電擊殺 這邊我們應該來個優先退塔喔 喔有點可惜 這個防禦塔拉最後沒有破掉喔 你看我們應該把他點掉喔 這邊 我們對我們那個 是感到相當抱歉喔 這裡我們隊友掛了三個 我們還是直接先把他點掉 OK 伯頓感覺打不太死這個塔拉了 傷害有點不太夠 那至於趕緊掩護隊友撤退 那至於趕緊掩護隊友撤退 我們自己呢只要疊一些怒氣 就可以變大喔 OK 閃電俠想要做害死 但我們伯頓應該是可以直接回家的 並閃電俠技能已經全交 哎呀 這邊我們來下路掩護的時候呢 上路隊友就死掉了喔 我們的勇 我們得好好保護勇才行 上塔也掉了 嗯 沒關係點得我們的勇復活 這邊先讓我們隊友吃掉 然後呢先疊出被動 玩魚人呢記得把自己怒氣隨時疊滿喔 有需要的話呢就直接開打 我們很常看到隊友的魚人呢 他們不是大招沒了冷卻 而是怒氣不夠無法變大 這邊附近沒隊友喔 否則我們可以殺了一個卡芬妮 勇在這 我們盡量把護這個勇喔 由於我們有治癒還有二進的護盾呢 有一定的保盤能力 欸 這邊這個卡芬妮 她的位置有點間接 先選個大把推在牆壁 跟上 輸出 把血量打散一點黏著她 最後圖倫的被動大招 一個相當漂亮的雙殺 注意這個閃電呢 我們開了幾軸衝得非常快 掩護一下我們的勇猴子應該在附近 那幫他擋個子彈喔 擋棍子才對 注意猴子敲了我們老半天 才扣一點血喔 說不定我們的一技能普攻 加上研磨戰甲傷害呢都比她更高 接著魚人呢 對上物理刺客角厲害的地方 而且呢在有大招的情況下 我們甚至可以暫時打打贏敵方 而且呢研磨戰甲之後 下一件我們買的是 德魯伊 先先掩護一下我們的伯盾 黏著他們卡芬妮 一個派人過箭帥 再把猴子 還有薩尼一起彈回來大招 敵方三人全面 這一波我們直接打出 三個人頭的優勢喔 挺賺的 待會呢回到我們 喔喔喔喔喔 我們二勇 非常抱歉喔 我們已經盡力了 那掩護一下我們伯盾他們撤退喔 畢竟我們輸出的隊友呢還沒在 閃電俠把他打出來 閃電俠結果硬換掉了伯盾 凱撒換中路呢 是一個差不多的交易 掩護我們納克呢把一塊反掉 塔拉基本上對我們是沒有威脅的喔 畢竟他也打不死我們 剛我們收到德魯伊戰甲 有的德魯魯伊呢 一般的武漢攻擊隊友們只是抓癢 比如利安的一二技能 還是圖倫殿之類的 可是我們還是會怕惡魔的微笑 如果敵方買出惡魔微笑呢 我們還是不要平白的吃 魔法傷害比較微妙 繼續掩護我們的勇 我們的勇雖然已經死了三次呢 可是他經濟也是第一第二名的 待會也會有一定的威脅 卡芙妮在偷吃 我們在掩護一下等隊友過來 一個推 這邊看到敵方三個目標 連著他們卡芙妮 我們三個暈眩之後呢 接上博盾的二連包 最後敵方三人全面再一次的 然後這裡勇的威脅比較低一點喔 我們繼續保護勇 敵方的閃電俠還在 閃電俠還在中 那看到我們可以推掉這個上塔 納克羅斯手下路應該是沒問題喔 我們看能不能繼續推 這裡我們大招已經好了 怒氣還沒滿 先急一急 我們只要普攻的東西呢 比如野怪小兵 或者開二技能護盾 都可以急怒氣喔 勇在拆除了一座塔 把這猴子打開一下 猴子感覺要敲猴子呢 然後被我們彈走 嚇了一跳 接著我們大招已經準備就緒 勇的位置還是要小心一點喔 要注意他們閃電俠的位置 接著我們抓到卡芬妮 先連著他一下 OK往後拉 勇格這個牆壁應該是安全的 敵方這一波掛兩人 我們有一個 五打三的優勢 上路兵線要進來 我們先把敵方趕走喔 保護我們兵線 有兵線就能直接點塔 射手來個優先攻塔 往前走一個勾劍車 再搭配我們一技能 卡芬妮也收掉 之後 喔閃電俠臨死前呢 也收掉我們的炮車 閃電俠暫時保護了下他們的主堡 幫隊友翻個盾 哎呀但是還是撐不住了最後 這邊我們已經沒有無理攻擊的英雄了 得先撤退 準備下一波進攻 幫幫隊友翻個護盾 盡量掩護他撤退 他這邊是打不死我們喔 畢竟我們還有二技能護盾 回身補個血 帶我們的勇復猴呢再來進攻一波 接著到最後呢非常簡單喔 我們用大招呢 來推開敵方的後排 並且呢注意敵方猴子的位置 保住我們的勇 那就沒問題 往前進攻 注意閃電俠 喔閃電俠這裡可不要 直接收掉了我們的勇 那閃電俠暴發也挺高的喔 我們護盾跟治癒呢都交上了 他還是死掉 接著注意我們大招 往前推 先把敵方隔開 卡芬妮先掛 然後卡著敵方輸出英雄 注意後期打我們呢 是幾乎完全不扣血的 接著收到敵方莎妮 接著幫我們掃射手呢 敵方也掃兩隻魔龍鹿喔 我們把下路兵神帶進去 下路還有外塔 敵方閃電俠呢有點 有點像一拳超人的概念喔 他翻完一招連招呢 有相當久的冷卻 我們勇已經復活 等勇出來 他往中路移動 那我們就靠近他 OK這一波抓到閃電 我們先集點怒氣出來 準備從中路進攻 OK大招準備就緒 注意閃電又想再來一次 那沒關係看來這一波呢 他還是抓掉我們的勇了 但最後作為交換他自己也掛了 加上敵方的輔助跟射手 這次呢我們也有刺客打野在喔 有物理輸出角 可以方便退塔 幫忙加克頓 連敵方猴子也一併秒掉了 最後是敵方主堡 成功去敵方主堡 結束戰爛遊戲 以上是我帶來克萊斯 輔助的三連鎖 現在玩坦克呢 尤其是像克萊斯 牛魔王 出炎魔三甲真的非常好玩喔 一直殺我人相當療癒 最後最後呢 感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別忘記按讚 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是尚恩 我們下部影片先 掰掰 謝謝大家